《玉琳國師之三》 玉琳國師之三 王兆強師姨玉琳 傅青偉師姨順治帝 林友榮師姨玉嵐 溫泉師姨吳師爺 袁家祥師姨遠觀 高俊師姨雲生 羅家寧師姨翠雄 殷勤師姨馬重甫 好厲害, 狂風巨浪 這麼厲害也有 船會不會 吳師爺, 不用怕的 不用怕, 定點來 定點來, 命來的 定點來, 別搞我 你又怎麼樣, 坐下 是不是呢, 差點跌倒了 這雲派就這樣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當然是大海 救命啊, 救命啊 正所謂叫天不應 叫地又不敏 只賺浪費氣而已 那些浪子多高 這樣拍下來很危險 那邊的皇上 怎麼這麼穩定 一顆聲不出 避風不動 阿生 他…他不怕的嗎 不夠定力嘛 不夠定力嗎 不夠定力嗎 或者他有佛本佑 不如坐去他那邊吧 隨便吧 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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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不出聲 你不怕嗎 觀音菩薩 觀音菩薩 我 原來你有觀音菩薩保佑 那又不怕 不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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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子 兒子沒緣 老婆又漂亮 師父 師父 你無謂慌張 怕還是沒用 陳縣官 你代朕宣佈 是 聖上有甚麼吩咐 你說 當今聖上在這裡 如果有人可以解救這次狂風暴浪 朕會把江山一輩分給他 神遵命 船上的人聽著 當今皇上聖子盜 甚麼?聖子盜 阿森 不是在船上也有聖子盜嗎 不是 那個男人站起來很莊重 不只開玩笑 聽他說甚麼 大家跪下 皇上說現在大風大浪 非常危險 如果有人能夠平息風浪 皇上就把江山一輩分給他 是真的 不行了, 我出馬 坐下 要站起來幹甚麼 看看, 蛇我掉下來 忍著 忍著 又有一半江山分 忍著 原來聖上也在船上 師兄說過 送我過關 不怕大風大浪 大師 你又淡淡淡淡幹甚麼 不認觀音菩薩嗎 先送錦囊給我 好, 讓我拆開看看 緬朝 緬朝 緬朝, 緬朝是甚麼 為人家 我明白了 是緬朝 可能海神知道聖上在這裡 他來朝見也不定 現在就這樣 對了 又輪到你起來了 和尚, 你幹甚麼 去哪兒 還要去哪兒 神神秘秘的 你不是去茅廁嗎 怕得難免 別這麼多事了 不是去茅廁 他站在船邊 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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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側了 你暗暗塵塵在那兒做甚麼 你過去看看 遵命 請海上神靈鑑令 緬朝, 免致驚動皇上 我看要請皇上親不捨才行 這位官長 麻煩你引納去見皇上 納有事啟奏 好啊 納玉琳 叩見皇上 大師, 不必多禮 你好像丟了些東西到海 是嗎 是, 納的師兄頗有遠見 能夠預知事情 我臨出門的時候 他曾經給了一張紙過名 寫著緬朝 我相信 如果皇上遇不親寫這兩個字 可能會平定波圖 是的 好 文房四寶事後 遵命 四寶齊備 好, 朕一揮而就 好 社會 有勞大師把朕這張字條高掛 好, 納遵命 好 免遵 這個和尚好有把炮 居連皇帝也用你動 厲害嗎? 別多嘴 用得了, 來 可以自邪 馬上就風平浪靜 真是用得了 果然有兩道, 用得了 法師真是法力無變 好到極了 萬歲, 萬歲, 萬萬歲 聖上洪福齊天 連海神都拜佛了 這是大師的功勞 朕已經說過 如果有人能夠平定波濤 一定把江山一半分給他 現在請大師和朕一起入京 共享榮華 多謝皇上賞賜 不過, 納是出家人 又不懂做官 要江山是沒用 請皇上修回成命 這樣啊 我要拜大師做國師 全國人民都要供奉你 納不敢當 同時, 朕要賜一個金牌給你 納要金牌沒用的 大師有所不知 金牌上面是有字的 你看一下 如朕親臨? 是, 大師把這個金牌 不論帶到哪裡 一定有人尊敬供奉 就像供奉朕一樣 納不敢要 收了它, 有時會有用的 那, 納拜寧 多謝皇上厚恥 師弟, 我說個好消息給你 師兄, 是甚麼消息 我今天在安慶門上面 看到順治皇帝的聖子 他說很想見你 特別下召全國 召請師弟你還經 皇上要見我? 是, 我也應該進京一次 我要跟全院人士說一次話 師弟要開示 大家集合, 師父開示 師父開示 師弟, 大家集合在大殿 你可以跟他們說話 師兄, 真不好意思 事事, 事事要你打點 我也過意不去 玉琳, 必須這麼說 菩薩道是這樣的 你為眾生服務 我又為人做多少事 不過你做多一點, 我做少一點 師兄的見解, 的確是不同方向 大家來齊了 是呀, 師父, 請開示 各位, 我和大家有緣 一住就是兩年 現在我要入經 請大家繼續精盡修行 所謂人生難得, 佛法難民 千萬不要辜負大好時光 此生不向今生到 更向何生到此身 謝謝師父教導 師兄, 你叫我師父 稱呼為虛名 有實際才算數 你有智慧, 有福德 師父, 師父 我們什麼時候起程 現在還是早上 馬上起程還可以趕得及搭船 真是坐言起行, 是解脫人的身分 那我們出發吧 師父, 你去哪裡 我們進京朝見聖上 翠紅, 有什麼事 聖群師父打發我來, 向師父請安 有心了, 聖群師不錯 他不錯, 他說想請問大師 什麼時候會去千花寺講經 麻煩你告訴聖群師 南已經四海為家 周圍掛誕, 雲柔無定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抽身去千花寺 哦, 原來是這樣 那師父有什麼開示呢 勇猛精盡, 勤修戒定惠, 識滅貪珍賜 就是最高的法門, 也是最好的開示 謝謝師父, 那我都起程回去了 哦, 即道即利 有其師就必有其徒 連個被女出身的徒弟都是這麼解脫 一點都沒有黏制的 好, 頂掛掛, 一流, 我探訪 師兄, 我們都起程了 好啊 好啊 玉嵐, 先休息一下, 好嗎 好啊 這麼熱, 討厭, 討厭 有風的 討厭 請問這位事主去哪裡呢 討厭, 誰是你事主 你以為人人都報私物件給你們嗎 怎麼這麼厲害 我讀孔子書, 我不是拜佛的 讀什麼書, 這麼厲害 告訴你, 我去北京 我們又去北京, 你去北京幹什麼 考試 那祝你金榜提名 和尚, 你又去北京幹什麼 皇帝住的地方 是皇上請我去的 胡說, 你是誰 皇帝怎麼會請你這種人上京 我是皇帝的國師 幾年沒見皇帝了 所以去見一下他 討厭, 更加是胡說 皇帝會拜你做國師? 真是瘋了 怎麼你出口罵人呢 讀書人是出口成文的 不是罵人的 關你什麼事?多嘴 不關我的事 閉嘴 出家人不打妄語 你們兩個都是壞人 我不喜歡跟你們說話 垃圾堆選不出獲金 沒有常識的人也難以得到功名 事主這麼狂妄 又怎麼能考到盡事呢 看你的樣子 穿個爛衣服就說自己是國師 如果你也是國師 我姓馬的就寧願不上京考試 那幹什麼? 我甘願服侍你三年 那你就糟了 事主不會後悔 絕不後悔, 大丈夫一言為定 不過, 假如你不是國師, 那又怎麼樣? 如果我不是國師 我就跟你背書相三年 你不後悔? 絕不後悔 出家人連花描洩 一句就是一句 好…有戲看了 那大家一起上京 好 我和你一句話說 我和你一句話說 你不會想說 你會想說 我和你一句話說 你會想說 你會想說 是, 陳大人來了 是呀, 皇上也認識那些京官 玉林國師, 你在這裡呀 是, 納兒家上京 皇上到處打探, 知道國師在這裡 就打發卑職來侍候 迎請國師上京 好呀, 一起走吧, 請上轎 準備了轎的了, 好 糟了, 他…他真是國師 鼎鼎大名的玉林國師 你也不認識呀 你跟他三年服侍一下 他對你有益處的 好, 走開